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先来介绍一下色相 色相是色彩的首要特征 是区别各种色彩最准确的标准 除了黑白灰以外的颜色都有色相的属性 自然界中各个不同的色相是无限丰富的 可以说色相就是色彩的相貌称谓 介绍完色相以后再来说一下饱和度 饱和度也称色彩的纯度是指色彩的鲜艳程度 它主要取决于该色中含色成分和消色成分的比例 含色程度越大 饱和度越大 反之消色成分越大 饱和度就越小 在我们Footshop这款软件中 调整色相饱和度的快捷键为Ctrl键加U键 同样我们也可以通过点击图像 调整色相饱和度 来调整图像的色相和饱和度 再来介绍一下我们本次课程中 所需要使用的第二个工具滤镜 滤镜主要是用来帮助我们实现图像的各种特殊效果的 它的操作非常简单 但是一般情况下 为了取得最佳的艺术效果 滤镜通常需要同通道图层等联合使用 这里列出了几种Footshop中常用的滤镜种类 首先杂色滤镜 它一共有四种 主要用于矫正图像处理过程的瑕疵 第二种扭曲滤镜 这种滤镜是通过几何学的原理 把一幅影像变形 以创造出三维效果或其他的整体变化 扭曲滤镜中的每一个滤镜都能产生一种特殊的效果 但都离不开一个特点 对影像中所选择的区域进行变形和扭曲 第三种 扣出滤镜 这个滤镜曾经在我们前面的抠图的课程中提到过 扣出滤镜的主要功能是用来扣图 使用灵活 它既可以抠出繁杂背景中的散乱发丝 也可以抠出透明物体和婚纱 第四种 渲染滤镜 渲染滤镜可以在图像中创建云彩图案 折射图案和模拟光的反射 也可以在3D空间中操作对象 并从灰度文件中创建纹理填充 以及产生类似的3D光照效果 第五种 CSS滤镜 它类似我们使用的CSS语句 可以分为基本滤镜和高级滤镜两种 CSS滤镜中可以直接作用于对象上 并立即生效的滤镜成为基本的滤镜 而要配合JavaScript等脚本语言 能产生多种变换效果的滤镜 则成为高级滤镜 第六种 风格化滤镜 它通过置换像素和查找 并增加图像中的对比度 在选择区域中生成绘画或印象态的效果 第七种 模糊滤镜 它可以使图像中过于清晰或对比度 过于强烈的区域产生模糊效果 它通过平衡图像中一定义的线条 和遮蔽区域的清晰边缘旁边的像素 使变化显得柔和 介绍完本次课程所需要的工具后 我们先来看一下本次的图像调整以后的前后对比图 我选取了一张河北工业大学九教的一张照片 并对其做了复古的处理 这就是调整前后的对比图 可以看出效果还是很明显的 接下来就为大家介绍一下复古照片的制作过程 首先在Photoshop CS6中打开我们所需要制作的复古照片的原照片 然后将背景图层拖至创建新图层按钮上 得到背景副本图层 接下来我们需要调整照片的色相和保和度 可以看到预设中有多种样式可供我们选择 这里我们选择的是深河 我们也可以尝试一下其他的样式 不同的样式得到的效果是截然不同的 调整完色相保和度之后 我们需要对背景副本图层进行进一步的修改 单击滤镜 这里可以看到滤镜库中有很多种滤镜可以供我们选择 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 可以对这些滤镜进行逐一的尝试 得到一种自己想要的效果 这里我选择的是纹理中的颗粒滤镜 调整滤镜的强度 根据左边图像的预览 调整颗粒的强度以及其他的选项 点击确定 这样我们的一张复古照片就已经制作完成了 再来看一下圆图和调整后的图像对比 本次的课程我们主要介绍了如何制作一张复古老照片 介绍了色相和饱和度的概念以及调整方法 为大家简单介绍了滤镜及其使用方法 课后的任务是选取一张最近的照片 将其调整为复古的老照片 下次的课程将和大家一起制作一张 绚丽的梦幻花朵效果图 这就是本次课的全部内容了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